我的父母亲非常喜欢布施 待人亲切非常好客 亲朋好友来到家中做客 父母总是热情招待 友好的东西也不另与左右邻居分享 他们常常说 我们给别人的只是有形的物质 而我们得到的却是无形无量的福气 当时对于这句话我很难理解 而在走进慈祭之后 在参与访试的过程中 我体会到什么叫做贱苦之福 特别有一句禁止语说 能付出就是福 能消除烦恼就是会 与父母充满智慧的身教 都深深的影响我的人生 与我的待人处事 因为贱苦之福 让我更懂得把握当下 行善造福 能不能进来和我们的换一句都不是有趣的 我看到你看这个问题 没有什么有趣的 实亦不是没人想象杀 那么有趣的 那么有趣的 要改参与